这个婆婆煞有介事地把儿子和儿媳叫在家中 只因为自己前夜做了一个胎梦 觉得此时正是生孩子的好时机 对夫妻俩展开了催生动员会 然而媳妇却是一脸尴尬 临走时 婆婆十分宝贝地送给儿媳一袋子面包 结果选都是过期食物 婆婆笑着说 这件面包贵 刚过保质期不会吃出问题的 结果这袋过期面包 儿媳四邻心中五味杂陈 她成为儿媳已有一段时间 经过这段日子的磨合与反抗 思琳已经能够勇敢对婆婆家的要求说不 但是儿媳过渡期的考验似乎还没有结束 她来到了新婚夫妇最有压力的节点催生 在婆婆生日前一天 小姑子特地给思琳发来短信提醒 思琳忙里偷闲 抽空给小姑子回复信息 称已经逛完超市 准备好生日宴的食材 当晚丈夫巨婴就提着大包小包来到婆婆家 婆家人没见到思琳的身影 立马没了笑脸 巨婴解释 思琳最近工作繁忙 今晚还要加班 听到这句话 小姑子感到一丝不妙 如果思琳不在 就意味着明天早上的生日桌 需要哥哥巨婴和她一起准备 小姑子想的没错 巨婴确实准备自己下桌 毕竟是自己的母亲 当然要牺牲孩子处一份力 婆婆却下意识叫起来 哪有男人下厨房的道理 但巨婴不以为然 她早已在家中练习过很多次 说完就招呼小姑子过来帮忙 这一次巨婴学会了心疼老婆 她不会再把社会大众强加给妻子 儿媳和女性的责任 当成是理所应当的付出 但婆婆终究是心疼自己的儿女 天还没亮就偷偷爬起 来到厨房准备饭菜 巨婴和小姑子连忙把她推回房间 让母亲好好睡下 把一切交给她们去做 但两人一会儿找不到酱油 一会儿又去问锅在哪里 母亲被吵醒 索性下床干活 天亮后思琳收到婆婆的信息 让她好好工作 以后不用准备生日桌 原本思琳并没有心理负担 看到婆婆的信息后 反而有些愧疚 她本想对婆婆道歉 但很快又删掉这句话 因为她觉得自己并没有任何错 也许要摆脱逆来顺受的儿媳生活 就要做好被讨厌的勇气 夜晚婆婆一家人齐聚餐厅 到场的还有大姨 大哥夫妇姗姗来迟 说提女儿最近感冒就没有一起带来 婆婆顺势说着 还是得母亲亲自带孩子 不然孩子体质会差 大嫂面带笑容回击 大哥从小被婆婆带大 也总是生病呀 此话一出 婆婆和大姨不再多说 大姨转而问起其他 当她知道 今天的生日桌 是由巨婴和小姑子准备了之后 在饭桌上大发雷霆 指责四龄和大儿媳 没尽好儿媳的本分 连每年一次的婆婆生日 都不愿意出力 公婆本想稀释宁人 却不知大姨哪来这么多怨气 就这婆婆的两个儿媳 说个不停 指责她们不懂体谅 一辈子吃了不少苦的婆婆 四龄和大儿媳忍无可忍 刚想反驳时 俊英和大哥 开口为各自的妻子说话 小姑子突然一抖起事来 坦言为妈妈做事 心中十分满足 见到婆婆一家 重口一致 大姨也不再自讨无趣 闭上了嘴 大姨惹起的风波 让四龄有些低落 在洗手间遇见大嫂时 对方安抚她 这种感觉并非坏事 说明了四龄和亲戚们 保持适当的距离 不卑不亢 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 确实 如今四龄在与父的家族礼节方面 有了更多自由的权利 但是新的挑战又接踵而来 在催生这件事上 四龄不知道 还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 毕竟公婆甚至是巨婴 都想要一个孩子 只是对四龄自己来说 她的工作正在上升期 如果这时候怀孕 她需要放弃很多东西 但是这天醒来 四龄发现自己好像怀孕了 除了生理期往后推迟 吃东西也开始挑剔 下班时 四龄无意间看见 巨婴对着别家父子同乐的画面傻笑 突然深深感受到 巨婴对孩子的渴望 这一瞬间 四龄也有些动摇 畅想起有孩子的三口之家 但很快 这抹理想主义 就被现实激得粉碎 先是巨婴公司的女职员 因为怀孕身体不适 还要遭受其他人眼色 不得已辞职 四龄的组长也因为 一大早送两个孩子上学 忙到几乎低血糖 需要补充大量糖分 看来有孩子 确实能享受片刻美好 但大多数时间 带孩子都是像战场般忙碌和惨烈 和组长一起买了咖啡 四龄刚喝完一口 却感到一阵反胃 她来到药店 购买了一根烟运棒 在看到结果后 整个人都显得手足无措 之后 四龄买遍了各种药店的测运工具 想要寻找那一丝否定的可能性 但遗憾的是 所有结果都指向同一个事实 那就是四龄确实怀孕了 菊英知道后 立刻带她去妇产科检查 看着小小的胎儿照片 菊英难掩激动的心情 拥抱四龄说着恭喜 但四龄心中 却感受不到任何欢喜 有的只是围绕着 腹中小生命产生的无限焦虑 第二天 四龄来到公司 继续忙碌工作 不然 组长接到学校老师的电话 匆匆离开公司 四龄只好先来到合作公司商谈 结束之后 对方的代表想请四龄喝酒 但四龄顾起怀孕 只能吃清茶淡饭 把一场商务饭局吃得索然无味 幸好组长处理完孩子的事 及时赶到 气氛才热闹起来 组长一边应付着合作公司 一边抽空打电话 询问孩子的病情 四龄看在眼里 无比心疼组长 但两头忙碌结果 很可能会导致两边有所不好 虽然组长已经在尽力权衡 但有时候也实在无可奈何 兼顾家庭和工作的人 还有大嫂 原本请来的月嫂 没有看好女儿 让她在家中受伤 大哥夫妻愤然将对方辞退 暂时白天 把女儿交给大嫂母亲照看 晚上再由夫妻轮流 把孩子接回家中 可这天 大哥下班后 在聚餐上喝了酒不能开车 便索性把女儿留在岳母家住一晚 但大嫂不同意 因为育儿是两个人共同的责任 轮流接送女儿 也是夫妻间定下了约定 大嫂不管工作多忙 也没有一次怠慢 因为如果有一方开始懈怠 那另一方就会承受更多压力 大哥还想推辞时 大嫂接到母亲的电话 原来老人家在帮孩子洗澡时 扭伤了腰 大哥夫妇立刻开车去母亲家中 途中大哥懂事的对妻子认错 但是岳母受伤之后 孩子的照顾就成了问题 大嫂十分广断 如果实在无人照看 只好向公司请月嫁 然而他口中的月嫁并非自己 而是让大哥请假 于是第二天开始 大哥就成了一名全职奶爸 他背着女儿来到婆婆家中 请他带为照看一下 好让自己抽空洗个脚 看到孩子无人照顾 请假的居然不是大儿媳 而是自己的儿子 婆婆脸上十分不怨 但是大哥是个爱妻好男人 对妻子一句抱怨也没有 这天斯林和好友们聚会 生了两个孩子的好友小美 却一直没有现身 过一会儿 好友就接到小美的电话 对方哭得十分伤心 原来为了这天姐妹三人的聚会 小美早在几周前就交代过丈夫 今天要早点回家照看孩子 结果今天丈夫刚回家就换了衣服 留下一句公司组织钓鱼活动后 又匆匆出门 丝毫没有给小美商量的机会 平日里小美负责家务 育儿也就够了 连提早这么久打招呼的聚会 丈夫也不愿意成全自己 小美越说越生气 直到掩面而泣 若不是为了孩子 她真的想和这种自私的丈夫离婚 看着痛苦的小美 斯林也百感交集 她害怕未来自己也会遇到小美这样的情况 相比于斯林的黄拱 巨婴则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孩子 她来到父母家 见大哥也在 分享起了即将做父亲的好消息 大哥说起自己的经验 带孩子的过程十分辛苦 但看到孩子笑脸的一刹那 一切疲惫 言笑云散 巨婴完全沉浸在欢喜中 还提前买了不同性别的婴儿鞋 她丝毫没注意到 斯林的表情变化 还自古自地讨论起生男孩还是女孩 最好是双胞胎 晚上巨婴以为斯林睡着 将婴儿鞋打包好 放在床正对的柜子里 方便随时看到 可这些行为 无疑是给斯林增加了压力 某天晚上 三女婿 也就是小姑子丈夫 提着牛肉来到婆婆家 想请求小姑子原谅 这个女婿沉迷于打游戏 整日游手好闲 还在夫妻吵架时 打了小姑子一巴掌 小姑子提出离婚 对于这种事 父母向来是炫和不劝分 一团和气地招待三女婿 但小姑子心意十分坚定 她把丈夫拉出门外 同样的公园里 上一次对方在这里 狠狠打了她一巴掌 小姑子无法忘记这个耻辱 她坚决不与丈夫复合 三三女婿一直拖着 不愿签下离婚协议 小姑子只好去咨询律师 发现离婚也并非易甩 除非有明显的不良行为 除了出轨和暴力外 普通的夫妻不合 法律也很难介入离婚 小姑子精疲力竭地活到家中 一进门就遭到父亲 剔头盖脸地说讲 她认为世界上 根本没有天生就适合的人 大家都是在互相忍让 小姑子要做的 应该是趁三女婿 同意离婚之前 让她回心转意 父亲的爹未年论 让小姑子的情绪彻底绷不住 躲进房间里大呼不止 然而在这件事上 母亲始终站在女儿这边 她能够理解女儿的心情 有些感情 若是一味地退步忍仗 受伤的只有自己和家人 大哥的月嫁结束 夫妻两人也找到新的月嫂 和对方临时变卦 趁下周才能开始工作 这样一来 又要有一周的时间 要有他人敞看女儿 事到如今 夫妻俩只有婆婆这一个选择 大嫂就算再不愿意 也只好把女儿送去 公公对孙女的到来 显得很开心 婆婆也十分理解 大哥夫妻两人的处境 上班族育儿 本就会有许多不便 家人之间理应互相帮忙 离开时 大嫂有些感慨 她原本就是个强势而有原则的人 认为凡事只要努力就能做好 但唯独在养孩子这件事上 她也感到力不从心 今天巨英再次带着斯林去做产检 胎儿已经传出明显的心跳 越发成心 相比于巨英的开心 斯林还是郁郁寡欢 因为最近她见到了太多 关于孩子带来的困扰 想到那些令人难过的事 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未来 斯林怎么能高兴起来呢 做完产检 夫妻俩来到斯林妈妈的小店 把好消息告诉她 但妈妈却发现 斯林的情绪有些低落 趁着巨英离开的间歇 斯林对妈妈哭诉 其实她对于怀孕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自己不知道孩子的降临 会带来什么变化 斯林也还没有足够的信心 成为一个称职的妈妈 一边说着 斯林抱着妈妈痛哭起来 女儿的恐慌和忧虑 也让妈妈彻夜难安 夜深人静时 妈妈发了一段长长的信息 没人可以天生就是个好妈妈 但怀胎十月就是为了 让她们准备好 如何当妈妈 所以斯林还有很多时间 去学着和腹中的孩子相处 学会怎样教育她和陪伴她 如何做好充足的准备 迎接她的降生 这天一大早 巨英接到母亲的电话 原来姑奶去世了 她让巨英带着斯林去参加葬礼 在李杰森严的公公家族 这种场合 小辈们怎样都要露个脸 以表孝心 小姑子顾及自己和三女婿的离婚风波 不想深陷亲戚们的口杂 刚提了一句不想去 就被婆婆堵回去 斯林作为儿媳 本应该到场 但孕妇不宜去葬礼 巨英决定到场之后 就把斯林怀孕的事说出来 这样一来就无人会责怪她 但是斯林不想公开 她恳求巨英用公司有事为借口 来到葬礼现场 果然各家亲戚 一看斯林没到场 立刻板起脸教训起来 巧的是 大嫂也为了照顾孩子没来 这样一来 葬礼上所有的活都落在婆婆身上 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 巨英心中有些愧疚 她还是忍不住说出斯林怀孕的消息 这个消息让婆婆立刻拿了精神 她打给斯林百般嘱咐她要好好休息 而斯林心中却十分复杂 爱心不起来 夜晚巨英醉醺醺醺的回到家 也是不住脸上的喜悦 斯林怀孕的消息 活生生把一场葬礼变成了喜事 她也收到一堆亲戚们发来的怀孕祝福 乌乃黎舍和斯林怀孕的生命交替 让公公又对小姑子发表跌位言论 明明女人只要忍一忍 生完孩子人生就能定性 何必还要下折腾 小姑子听到父亲的不满 瞬间觉得碗里的饭也不香了 闷闷地走回房间 既亲戚们知道斯林怀孕之后 公司同事们也开始察觉到斯林的异样 她时常腰酸背痛 还不能喝酒 只能婉拒部门的聚餐 组长立刻猜中斯林怀孕 斯林只好承认下来 但她表示自己就算怀孕 也还是会好好负责手上的工作 但斯林这么想并不代表 公司高层也如此 高层知道斯林怀孕后 立刻建议她把手头的工作 转交给别人 以免怀孕后期 斯林没办法继续跟进 也没有其他负责的人 放弃自己的项目 斯林自然是舍不得 但高层的顾虑也不无道理 这让她有些沮丧 公开怀孕这件事的影响 已经开始渗透斯林的生活 不只是工作 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受到牵制 巨婴开始不让斯林穿有根的鞋 平时必须要听古典音乐作为胎教 婆婆强行让斯林吃不喜欢的大豆米饭 因为这样对孩子好 公公则全靠一张嘴 不停在夫妻两人面前说着要生儿子 婆婆不在乎第一胎是男是女 反正她支持生二胎 巨婴居然也笑隐隐地附和 斯林忍不住提出 那自己的工作要怎么办 婆婆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那有什么重要的 生完孩子再慢慢复职就行 斯林立刻反驳 复职一点都不容易 能在孕期不受白眼就算最好的待遇了 没想到婆婆根本不理解斯林的想法 提出既然这样 索性辞职回家当全职妈妈 用巨婴的钱养家就好 斯林抿了抿嘴 什么话都没说 今晚婆婆准备的大豆米饭 她也只吃了几口 斯林有些沮丧 也有些不甘心 为什么怀孕之后巨婴的生活可以毫无变化 自己的人生却翻天覆地 然而这只是开始 和朋友聚餐时 生过孩子的小美告诉她 人一旦怀孕 身边的每个人都会过来说上几句 从几个月时就开始建议未来的生产方式 要如何喂养孩子 直到生完孩子后 又会开始询问何时生二胎 大家都变得多管闲事起来 只是包裹在关心的借口之下 让孕妇们不得不去接受这些扰人的声音 从婆婆嫁回来 巨婴还带回来好几罐臭气熏天的鲤鱼汁 因为对孩子好 所以要求斯林每天都要喝 说完巨婴就给斯林倒了一杯 斯林没有办法 只好捏着鼻子喝了一口 嘴里立刻被熏得要呕吐起来 这股恶臭不仅臭进鼻子里 还飘进斯林的心里 她的脾气突然上来 甩开巨婴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斯林走进一家咖啡店 任性地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 闻着酒为的香味 斯林的心情这才好了一点 仿佛因为孩子而丢失的自我 通过这杯咖啡又被找了回来 这时巨婴不放心地打来电话 斯林翻了翻白眼接起来 毫无客气地告诉她 自己正在喝咖啡 喝完就会回家 不要再管着自己 挂掉电话 斯林再次捧起香浓的咖啡 但陶醉完了 她还是端起一旁的果汁喝起来 毕竟找回自我更像是一时的情感宣泄 满足之后还是要顾及到孩子 第二天斯林起了个大早 准备赶地铁去参加会议 可中途孕吐的感觉不断 斯林只好在沿途的站点下车 寻找洗手间 这样一番折腾最终让她迟到 但到时高层投来复杂的眼光 斯林也十分抱歉 回去的路上高层再次提出 让斯林放弃手中的项目 但还好有组长帮她说话 暂时否决这个提议 不过经过今天的务事 斯林也开始对自己没有信心 怀孕究竟能不能兼顾好工作 等一边 大嫂在工作时不断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 几番挂断之后连客户都不堪其扰 让大嫂处理完再谈公事 大嫂只好接起 对面立刻传来婆婆的叙叙叨叨 说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大嫂打断她 料下一句自己还在工作 有什么事下班再说 就下爽地挂掉电话 这样婆婆十分不满 虽然自己说的都是琐事 但也是为了关心孙女 工作难道比孩子更重要 眼看在大嫂这里吃鞭 婆婆又想起斯林一家 立刻给巨英打出电话 让她下班来这里拿小菜 再回家吃 由于斯林害喜什么都吃不下 巨英也跟着她清糖刮水好一阵子 此时见到婆婆做的美味烤肉 立刻大块朵一吃起来 婆婆还没关心斯林 要事先可怜起巨英瘦了 让她打包一些烤肉回家吃 不但如此 婆婆还特意打电话给斯林 让她无论多害喜都要吃些东西 重要的是不要让巨英陪着她饿肚子 今天婆婆见到儿子瘦了 无比心疼 这种心情等斯林当妈妈之后就知道了 这些话让斯林心中的苦涩达到了顶点 原来在婆婆眼中 自己怀孕难受的程度 还不及巨英的消瘦来得严重 夜晚 斯林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一进门就看见巨英 兴奋地摆弄着胎教产品 还非要拉着斯林一起体验 斯林只好沉下脸 语气不好地说着自己很累 难道巨英看不见吗 夜晚入睡 斯林洗漱好之后 巨英早已进入梦乡 看着依然能安睡的巨英 斯林想起这几日工作受到的委屈 人人都在期待新生儿降临的喜悦 却没有人在意 斯林为了这一刻付出的牺牲 想到这里 斯林抱着膝盖默默地哭起来 或许是腹中的宝宝 听到斯林的烦恼决定帮助妈妈 第二天一早 斯林的胃口就变得很好 在上班之前吃下许多饺子 没有害喜的症状之后 斯林工作起来也更加卖力 让斯林决定要走出迷茫和优队 成为一个能兼顾家庭和孩子的超人妈妈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斯林不再因为怀孕推迟任何事 不仅是工作上的洽谈 就连婆婆家周末的祭祀也答应出席 中午休息时间 斯林不但能正常吃饭 还吃了平时两倍多的饺子 让同事默的口袋 但是暴食在孕期也算正常 唯一的后遗症就是肥胖 生完孩子之后 恢复身材又是一项艰难的工程 同事们推荐斯林预约产后调理院 也可以去妈妈论坛 了解各种育儿经验 根据同事的话 回到公位之后 斯林就在妈妈论坛上 用孩子的胎名石木 注册了账号 开始浏览各种胎教活动 在从把女儿交给婆婆照看之后 大嫂又与婆婆发生冲突 大嫂从书上了解到一些不适合小孩吃的食物 可婆婆根本不理会大嫂交代的事 认为养孩子不能都按网上书上来 什么都吃 孩子才能摄入不同营养 身体棒棒 不仅如此 婆婆还带孙女出入早堂 大嫂听闻有些后怕 早堂地划很危险 现在的孩子却有些过早 闻言 婆婆摆出长辈的样子教训她 让大嫂意识到 不能再把女儿交到婆婆手里 为了按照自己的理念 更好的抚养女儿 大嫂准备提交辞呈 由于公公时不时的阴阳怪气 小姑子决定搬出家中 她去看房时 房东见她有意自己居住 所以总是在揣测她的婚姻状况 小姑子只好叫来巨婴冒充丈夫 但也因此让她知道妹妹要搬家的情况 又顺口透露给了母亲 这天小姑子一回家 母亲就来到她房间 拿出自己积攒的私房钱 让小姑子住间更好的房子 遥想小姑子失败的婚姻 其实有很多方面 都是因为母亲的固执己见 婚前小姑子就觉得和三女婿不合适 但是母亲让她忍下来 母亲哭着觉得自己对不起女儿 才让她如今过得这么苦 小姑子也哭着握紧母亲的手 这并不是她的错 都是自己的选择 另一边 斯林找到一家孕妇瑜伽 小报名 但可惜时间和上班冲突 回到家后 巨婴照例在摆弄胎教产品 这回斯林主动上前和她一起动手 因为她想成为积极向上 不给任何人添麻烦的孕妇 周末祭祀这天 斯林和婆婆准备着食物 巨婴心疼她 总是在厨房搭把手 却让叔叔和婆婆觉得爱意 索性让斯林去休息 祭祀结束之后 斯林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 巨婴担心斯林太过劳累 把她的电脑合上 理所应当地说出 让斯林把工作交给其他同事 斯林只是再次打开电脑 巨婴根本不知道 她只有这样卖力工作 才能不看着眼色 她要做到让每个人都舒舒服服 不因为自己怀孕而忧心 然而巨婴却觉得斯林多此一举 就像今天的祭祀 她也可以选择不去 根本没人逼迫她 事事顺从做到最好 斯林苦笑 果然巨婴不是孕妇 她根本就不理解自己的处境 当天夜晚 巨婴被斯林的呻吟声吵醒 只见她脸色苍白 额头冒汗 正捂着肚子在床上打滚 斯林的腹痛是因为最近太过忙碌 承受太大的压力所致 虽然她和孩子都没有问题 但医生交代巨婴 之后斯林必须好好休息 保持静养 这些话让巨婴意识到 斯林为了不给其他人添麻烦 确实忍受了许多疲惫和痛苦 斯林妈妈第一个来到医院 安抚好女儿之后 她来到总廊 告诉巨婴自己会收拾东西 让他们家中赞助 照顾斯林一段时间 为了女儿 妈妈关闭了小吃店 斯林也向公司请了假 在家休息 原本不想给其他人带来麻烦 但似乎被斯林做得有些过头 到头来还是毁了一切 给身边的人造成影响 还好公司组长明白斯林的苦心 她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才会病倒 同事们也很乐意帮她分担工作 出院时 斯林遇见好友小颜 他们好友三人里 就剩下小颜还没有怀孕 这次对方是来医院做试管婴儿 因为婚后迟迟没有怀孕 小颜遭到婆家和娘家的双重压恋 即使试管婴儿已经失败了两次 但她还是不想放弃 看来各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怀孕有怀孕的磨难 无法怀孕有她的困境 两人寒暄之后 小颜走进了诊室 斯林一回到家就看见妈妈忙碌的身影 为夫妻俩整理家务 下厨煮饭 忙不更迭 这时 婆婆打了电话 得知斯林身体不适之后 连忙问起腹中的孩子 知晓没有大碍 只在放心 挂断电话 她还和公共抱怨 斯林只是怀孕工作 就如此虚弱 当年自己怀孕的时候 不仅要包揽家务 还有侍奉公婆 这时 大哥匆匆赶到父母家 要接回女儿 正巧碰上父亲带着女儿回家 年幼的女儿手里居然拿着棒棒糖 连大哥都知道 女儿还想不能给她吃太多糖果 牙齿会蛀光的 但父母却不以为然 反正都要换新牙 说完 继续把棒棒糖塞进孙女手里 还整日给年幼的孙女洗脑 只要再有个弟弟 她才是满分的好姐姐 这一刻 大哥终于感受到大嫂的顾虑 回到家后 大哥就和大嫂商量 把女儿送到周边的全天幼儿园里 不再交给婆婆照看 但由于女儿的年龄太小 并不符合幼儿园接收的范围 无奈之下 大哥又做出一个决定 他知道大嫂热爱自己的工作 工作的时候才是最幸福的 虽然两人年薪差不多 但相比之下 大嫂更爱工作 大哥主动接下超级奶爸的职责 他不会在意其他人的眼光 因为育儿只是他们两夫妻的帅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怎样是最好的选择 另一边 婆婆提上一壶舟 来到司林家探望 趁着这个机会 再次提议让司林辞职 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家养胎 两人坐在沙发上说话时 妈妈却一直在厨房忙碌 让司林有些心酸 临走前 婆婆依然建议 司林全职在家养胎 以后方便带孩子 司林虽然心中不悦 但还是低着头 听着婆婆的教育 母亲则站在身后 一言不发 夜晚 司林彻夜难眠 她想成为超人妈妈的想法 却用最现实的过劳休息 换上句号 果然 再坚强的女人 都抵不过怀孕的辛苦 司林觉得抱歉 她对不起同事 对不起妈妈 更对不起会出事的孩子 因为每次疲惫的时候 司林心中总是会觉得 都是自己的错 司林抱着妈妈痛哭起来 隔壁房间里的巨鹰 听着哭声 也睡不着觉 心中无比愧疚 为了帮助 司林走出心中的困境 巨鹰决定休息几天 带司林好好散心 党人帮要出发时 公司同事打了电话 询问司林一份资料放在哪里 热心的司林 感到公司需要她的帮助 精神瞬间高涨了一些 对着镜子整理仪容 还抹上口红增加剂子 让俊英出发前 先带自己去一趟公司 司林特地买了好几年份的咖啡 给同事带去 一趟公司就要去拿资料 谁知这时同事过来告知 高层已经适应 这份资料没有也罢 刚说完就拉上组长赶去会议室 公司的事务依然如此繁忙 但好像缺了司林一个人 也没有带来什么影响 就像那份资料一样 如果没有 那也无关紧张 司林把咖啡放在桌上 默默走出了公司 俊英立刻迎上来 原以为她和同事相聚 会更快乐一些 没想到 司林又恢复了之前的失落 看到司林的情绪变化 俊英已经猜出了二三事 两人准备进入公园里散步 这时司林提出不如自己辞职 这时候放下一切 也好过拖累他人 还对不起未出事的孩子 俊英没有回答 只是离开司林不知去了哪里 司林独自一人 走在铺满路意的邻间小道 想起那些自己不被需要的言论 婆婆的话虽然刺耳 但线下的情况 司林确实只能顾全孩子一个人 这时俊英突然出现 她拿出一双好看的平底鞋 让司林穿上 俊英意识到 自己所有为司林好的举动 都是在无形的给她增添压力 为了孩子强行剥夺她的喜好 为了孩子让她吃不喜欢的食物 俊英坚信司林会成为一个好妈妈 但她没有必要只成为一个好妈妈 好妈妈也能有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理想 司林如果热爱工作 就坚持下去 为了司林能获得幸福 俊英会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这喜化让司林眼眶湿润 感激俊英的同时 心中的疙瘩也解开大半 夜晚俊英主动邀请司林喝咖啡 她询问过一声 只喝少量对开儿并无影响 这时同时打了电话 她刚结束完忙碌的工作 又空坐下休息 同时感谢司林送来的咖啡 希望她能尽快回公司帮忙 挖掉电话后 俊英握住司林的手 她明明是个优秀 被公司需要的人 怎么能因为妄自匪活 就轻易放弃工作 听到俊英的话 司林终于露出了笑容 或许一切都不该操之过节 自我和育儿的平衡 需要在漫长的磨合与历练中 渐渐找到最好的方式 一大早伴着朝阳 司林感受到腹中孩子传来的动静 俊英觉得这一定是孩子给出的信号 一边支持妈妈的决定 一边说着自己会过得很好 病假之后 司林再次回到工作岗位 她不再逞强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把公司的工作做好 果然放下执念 后退一步 反而能看到更多 当晚小美和小妍也叫了司林一起庆祝 原来小妍第三次试管婴儿终于成功 小妍的婆家对这个孩子十分忠实 一早就预定好产后调理院 司林顺口问了价格 结果是一笔她和巨婴都无法承受的天价 但是生养孩子确实费钱 司林再怎么逃避 总有一天也要面对这个问题 这天小姑子收到三女婿发来的信息 她找到一份国外的工作 想让小姑子和自己一起出国重新开始 如果小姑子不同意的话 三女婿可以随时签下离婚协议书 放她自由 这两个选择 让小姑子陷入苦恼 恰逢这时之前她看中的公寓 可能要被他人节足先登 小姑子心中开始产生动摇 不知是否要相信三女婿一次 另一边司林和巨婴开始寻找合适的产后护理中心 但因为价格日程等问题 一直没有找到中意的调理员 巨婴觉得这并不是重要的问题 之后让婆婆来照顾就好 她养育了三个孩子 一定很有经验 可司林却觉得不太方便 另一边 婆婆在为大哥为了照顾孩子而辞职的做法生气 公公率先甩连 斥得大哥没有出血 读书多年不工作 居然沦落成全职奶爸 婆婆的脸色也不好 开始对着大嫂发难 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宁愿让大哥辞职去照顾孩子 也不想把女儿交给自己 大嫂耐心地回答 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出于赌气或是其他原因 只因为他们夫妻俩都不想缺席女儿成长的时光 这才是人生中最珍贵的事和最大的幸福 大哥夫妻走后 婆婆在家难受了好久 直到夜晚 赛和小姑子一起来到公园散心 正好小姑子也有烦恼想倾诉 她说出自己想离婚在家准备考研 同时也担心一个人生活会过得很困难 倘若自己过得不好 也感到愧对父母 这时婆婆说出 大哥要辞职在家照看女儿的决定 这个做法让婆婆从刚开始的愤怒不解 到现在已经慢慢想通 个人的心思并不相通 只要做出能让自己幸福的决定就好 旁人怎么说不重要 小姑子得到母亲的支持 心情豁然开朗 今晚斯林夫妇来到大哥家吃饭 在听说斯林想要婆婆帮她产后获利时 大哥夫妇都笑出声来 显然这两个年轻人不知道这么做会有多大的困扰 但是现实问题又接踵而来 他们没有更多的预算用在抚养孩子方面 好在大哥一家的做法给出了答案 疗愈孩子只要寻找适合的方式 并不一定都要给足孩子最好的 随着时间推移 斯林的肚子越来越大 甚至都无法独立穿袜子 在巨婴的帮助下 斯林才武装完毕出门上班 此时公司传了好消息 她负责的博览会策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下班后同事们举行庆祝业 斯林看着其他人酣畅的喝下啤酒 心中也纯粹于动 索性产期快到了 只要生下孩子 自己也能品尝啤酒的味道 但组长立刻打消斯林的念头 作为过来人 她知道生完孩子为了哺乳 还要规范饮食一年 但这也不是结束 之后孩子断奶再到上学这段时间 依然不能让妈妈省心 斯林认为生完孩子就结束了儿媳过渡期 却不知还有第三轮在等待着她 那就是育儿问题 也是大哥此时正在经历的问题 大哥每天带着孩子去超市买菜 怀中背着孩子两手拎着菜 有时候露狱下班的妻子 一家三口一起回家 那一边 终于小姑子搬出了父母家 还邀请两人来家中做客 亲手下注 期间她收到离婚成功的短信通知 小姑子吻耳一笑 仿佛拨开心中的阴霾 接下去她会在这片自己的天空里 开始新的人生 父亲虽然总是对小姑子言辞犀礼 但看见女儿恢复活力 有了新的目标 心中还是十分欣慰 就在斯林离预产期 还有一个月时 组长告诉她 由于上一次公司的企划十分成功 三个月后 有一家米兰公司 想要再次合作 还点名要与斯林对接 斯林十分兴奋 因为这是个绝好的工作机会 当晚斯林就征询了巨婴的意见 但巨婴强烈反对 那时孩子出生还未满百天 正是需要妈妈的时候 斯林怎么能披萨孩子出差工作 巨婴的指责让斯林有些不满 她不愿放弃这个难得的工作机会 而且巨婴为何不能心胸产假 在家里照顾婴儿 为了这件事 父亲两人有些张弛不下 但巨婴阻止斯林离开的原因 更多是害怕自己无法胜任一个新手爸爸 公司里的前辈劝她 不要刺激待产的斯林 两人坐下聊一聊 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法 于是一晚回家 巨婴和斯林达成和解 关于出差的事再考虑一番 眼下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平安降生 第二天巨婴陪同斯林产检 医生建议她尽快住院 因为孩子在腹中的情况不容乐观 自然分娩的风险提大 只能选择日期进行剖腹产 不能自然分娩让斯林有些遗憾 因为在很多人眼中 顺产的孩子更健康聪明 但这也并不重要 只要自己和孩子能够安全就行 天亮之后 巨婴收拾好行李带着斯林出发 离开前 她看了一眼家中备好的婴儿床 从怀孕初期到现在 随着孩子的成长 斯林的心态有所变化 如何成为好妈妈 其实并没有绝对的答案 有的只是在耐心和爱意之中 找到让一家都幸福的道路 如今的斯林只需带着自信和期待 迎接孩子的到来 并在未来的日子里 与她一起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本剧结束啦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按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机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娃娃哟 拜拜